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场比赛击中而至 甚至才刚刚结束 每几个月的新一轮招募又提上了日程 虽然频繁的选秀 确实让观众固足的沿引 但是对于歌台来说 肯定是必大于利的 上一期出道的男团女团都没安抚好 就急着下一期 质量和水准可想而至了 可如果是央视出手呢 最近随着上线 把华卡少年的开启 这档被誉为是天之骄子的 综极选秀正式拉开了序幕 毫无疑问 该节目一出 必将会碾压青春有你和创造营系列 成为近几年选秀类的巅峰之作 不仅报名条件苛刻 据说出舞台将会是央视春晚 这种程度的曝光度 放在其他平台是难以想象的 所谓的根正苗红 大抵也不过如此了 而既然是选秀类节目 嘉宾自然也就成为了另一个关注焦点 众所遮之 央视对于出镜艺人的挑选一项很苛刻 能够受邀出席华卡少年 不仅代表着官方认可 同时也将会是职业生涯的最高荣誉 此前已经确定的嘉宾分别有 甄子丹 杨幂 王沛渝 虽然和歌舞主题相聚盛远 但是咖位也算是达标 而经过这么长时间酝酿之后 路透终于再次曝光了其他的几位嘉宾 蔡徐坤 作为新生代的顶流歌手 这几名蔡徐坤逆行速度可谓是飞快 当年全网黑的场景还历历在目 转眼就迎来了大量好评和赞誉 有时候不得不感慨 时间确实会给出答案 或许直到今天还有很多人不喜欢蔡徐坤 但是你终究无法否认他的努力和付出 当侯时期坚持音乐路线不跨界 面对流言蜚语选择沉默用作品说话 这些态度配得上蔡徐坤一个光明未来 如今蔡徐坤能够被华彩少年看中 就是最好的证明 他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 由于同为TFBOYS的成员 所以干脆就放到一起说了 作为当侯的顶流艺人 这两位可谓是颇受央视喜爱 多次出席相关的节目和晚会 跟着苗红四个字是最好的形容词 目前易阳千玺已经曝光的嘉宾之一 而王俊凯则是被路透确认将会出席 华彩少年的决赛现场 相信场面一定会非常震撼 虽然外界一直都有周深加盟节目的消息 但是始终没有得到定论 甚至不少人都坦言周深可能会和央视舞台 还有一些距离 但是最新的路透的曝光 网友这才谎谣大悟 不是周深没有出席 而是消息物太严实了 周深不仅加盟了华彩少年 而且还是常驻嘉宾 其实经常关注周深的朋友应该都知道 自从近两年窜红之后 周深就成了香伯伯 基本上每档英宗都把他设为了你要嘉宾 哪怕明知道档期有限 也要进来提升热度 这种号召力已经超过了绝大部分的歌手 所以华彩少年会选择周深真的不意外 唱功好 人品好 全网无黑了 他确实具备这种潜质 而除此之外 顺带曝光的还有王一博 黄子涛 之前由于学历问题 王一博上华彩少年遭到了不少人的质疑 但现在看来央视显然有自己的考量 那些有心之人也趁早收敛一下动作吧 想要拉顶流落马不是这么简单的 王一博作为近几年影响力最大的顶流 他能够一路走到现在屹立不倒 其实已经说明了很多问题 真有劣迹的话早就被曝光了 不会让王一博红这么久 所以期待他未来更多的精彩表现 真今永远都不怕火炼 而在了解到华彩少年的具体情况之后 对于这档央视举办的大型选举活动 真是越发期待了起来 蔡徐坤 易洋千玺 王俊凯 王一博 周深 黄子涛 央视对流量和实力几乎是双广齐下 不管是从哪个方面看都没有死角 希望华彩少年能够尽快播出 央视保密工作做的实在是太好了 至今都没有现场视频流出 相信VTR一定会成为选秀的名场面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吃瓜不甜 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分娱乐秀 如果您喜欢我们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蛋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优兵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